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收看订阅明镜 英文的这个部分 一般我们送的都是八十华言 那八十华言 你看这前面都一样 自守菩萨 问文书实力菩萨言 自守菩萨 问文书实力菩萨言 好 你看这就是翻译的时候 一个戒净 六十翻在前面 这是佛陀巴陀罗翻译的 云和菩萨不染身口异夜 不害身口异夜 不吃身口异夜 不退转身口异夜 不动身口异夜 应赞叹身口异夜 清净身口异夜 烦恼身口异夜 谁智慧身口异夜 有没有 所以你要解释都不用解释 因为我们读八十华言的时候是讲 菩萨 云和德 无过失身于异夜 你看这文字就已经变很美了 云和德 不害身于异夜 它这里就有十个云和德 所以这十句话什么意思 你对照一下就知道了 可是你会发现到 这是石柴 云陀翻译的 它一定是在佛陀巴陀罗的基础上 把它文字啊 顺一遍而已嘛 对不对 这么顺啊 有它的好处 你读起来就很舒服 所以它在读诵的时候会流通很广 它在流通就有困难 而这部经在写的时候是谢灵韵润笔的 大文豪啊 这部经在翻译的时候是王维润笔的 王国伟啊 王维 王维啊 诗中有画 画中有诗那个啊 你看哦 好 那文学造语我们就不谈了 你看这个地方 好 它到最后是 云和德 自为先导生于异夜 这边是谁智慧生于异夜 有没有 好了 现在我要跟各位谈的这个问题 这个地方只有一个云和 这里有十个云和 文学以外的思想上有什么不同 这个我要跟各位谈 你要做艺学工作的话 这是很重要的东西 一般来讲啊 信心评分两段经文 这一段呢 是自守菩萨问 对不对 自守问文书嘛 主要是这两个人啊 在基础 怀言思想的基础上 我在讲的时候是强调 自守跟文书啊 都是智慧嘛 文书是智慧嘛 对不对 那么都是生命因素 自守啊 它是根本字 文书啊 是后的字 根本字啊 就本体字啊 后的字就应用字啊 拿来应用的 了解吧 好 你从思想啊 慢慢的延伸下来 那么这两个智慧 也就两个生命因素啊 是生命中本来具备的能力 也就是我们跟各位谈的 我这样活着对嘛 那一辈子的我在忙什么 算一下 以前的人讲 人生七十古来西 我搞到大学毕业 又当兵回来就二十八岁 我晚了两年读书 那早一点也二十五六岁了 二十五来算好了 去掉人生的三分之一 那还有人生的三分之二 那为了搞个房子妻子儿子 又去掉二十五年了 那去掉三分之二的人生 剩下二十五 二十五年大概 又老又病残缺不全 轮胎又要换了 那引擎要毛令鼓了 对不对 那这样人生活着还干嘛 你要有这种觉知的部分就是自首啊 就自首啊 你知道吗 你要有这种觉知的能力 这是你本来有的啊 那文书事例是后的字就是 我要追求真正有价值有意义的人生 那我要怎么去拼去克服 那个就文书的意思啊 你知道吗 用这些语言来表达 有时候不是很好表达 因为根本是一种反思 自我反思自觉的能力 然后要去觉得以后 就我跟各位讲的 要有发掘问题的能力就是自首嘛 你要去解决问题的能力就是文书嘛 有没有 用原始的那种文字表达就是自首文书 用现代的文字表达 发掘问题解决问题的能力 对不对 我们讲是这样讲的 现在问题是 这个不重要 因为讲这个你听了等于没听 问题来还是没看到 对不对 那讲的最多也没用 因为那是大原则嘛 所以我们在读诵 根本这句话就不知道 就不知道啊 就不知道啊 那你有没有这样的能力啊 这一点你要留意啊 我现在讲 你在听 有没有感受到 你生命的这个两个能力的存在 这是你的生命因素啊 你去感受它 这个就是修行嘛 这是最大的 那么这里面就小的啦 就小的啊 那我们不看六十文 你看八十 这十句话有十个云和德 这是一段的前半段 因为都是自首问的啊 自首问的两段 这一段还有一段 你看看下一段 你看哦 菩萨 云和菩萨身处成就 性成就 家成就 色相成就 念成就 智慧成就 家具足 色具足 相具具足 你看啊 你就跟他一个一个对 意思你就知道了嘛 对不对 念具足 会具足 行具足 无畏具足 觉悟具足 而华音卿不要怎么问人家 怎么查资料 你这么一对比就出来了 这个地方叫行具足 这里叫去具足 有没有 这个去就是行 行就是去嘛 那不简单嘛 但是这里头有一个东西 我在读经是这样子 生处成就 它这里叫成就 这里叫具足嘛 对不对 性成就 种族具足嘛 家成就 这里有一个色相成就 有没有 是不是色成就 相成就 要不然就是书写的人 偷懒嘛 对不对 我想 以前在写经文 绝对不敢偷懒 现在有可能偷懒 老是要嘛 我抄给他就好了 古代这不是 尤其翻译的 更不可能 但是 这两个并在一起 什么意思啊 在经文上 这里就 有蹊跷 我们不轻易看过去 这易经师 但是我跟各位讲 易经师 是最伟大成就的人 你要参加我们易经院 你才知道它伟大在哪里 我们易经 绝对跟你们讲的 易经院不是翻译社 完全不一样 你一定要非常了解 两个文化 跟两个时代 的不同 的不同 你知道吗 现在我们直接 从摩尼吉那边的经文 翻过来 我们这个时代没问题 但是两个不同的文化 而我们都要透过英文 就三个文化 因为它的东西 用英文来表达 英文实在是一个 非常没水平的文字 透过它的表达 已经表达的力量量了 然后又中文 又是跟幻文一样 都是文化非常丰富又参赞 而且这个杯子里面 已经装不下的那些东西 那个英文的语言色 那杯子空空的 所以这两个东西 透过这个英文的载体 要来把这两种文化融合在一起 有其困难 那么它现在是直接从幻文来 这两个地方 这个摄像成就搞在一起 它本身就有问题 这个是翻译者的立场 说这两个字是分开好 还是合在一起好 所以它干脆 就既分开又联合 有没有 你说摄像成就 你就变九个啦 就变九个不是十个 分开成两个 又好像又同一个 所以有时候讲经讲到这里 设计主像计主 我都同样了 那你说这师傅一定偷懒 它有不同 但是很像 所以我们设像 设像常讲在一起嘛 对不对 好了 这一点先提供给各位看 这个内部我不谈 我是跟你提问题出来 你去研究的 这里叫成就 这里叫具足 这意义就差很多 具足是名词嘛 觉悟变成名词嘛 觉悟满分叫觉悟具足嘛 觉悟成就的话 觉悟就要从零到一百分喔 对不对 它这个动词喔 你要留意到 经文里头啊 你把它当名词解释 跟当动词解释啊 就完全不一样 菩萨什么意思 大家都在讲啊 菩提撒度 等于废话嘛 对不对 菩萨是菩提撒度的简称啊 那什么意思你根本没讲啊 那有啊 菩提是觉悟啊 沙特是友情啊 他是觉悟友情啊 所以简称觉友情嘛 请问你 是觉悟的友情 还是去觉悟友情 你大概都没想过啊 我要觉悟友情 那是动词喔 我是觉悟的友情 是名词啊 我请问你菩萨是 是动词还是名词 你要留意 通常你当主词是名词嘛 对不对 可是你在用的时候 跟解释说明的时候 你有没有想过啊糟糕 到底是动词还是名词 在很多地方是用动词 很多地方是用名词 不一定都是名词 也不一定都是动词 好这里头 这就换了一个 中国语文的一个盲点 盲点 所以以现代的立场来讲啊 你在翻译一个词的时候 这词属性一定要先定 它名词的动词先定了 对不对 所以我们现在益心院的工作 就是这个东西啊 一来的话你就定词 它是名词怎么用 动词怎么用 对不对 我们受过现代教育你知道吧 古代没有啊 就绝有情啊 那当时讲他们都懂啊 现在来我们就搞不懂了 我们就会问 到底是绝悟的友情 还是去绝悟友情 对不对 这问题就产生了 那你要知道 你要办异学啊 你必须具备这种能力 就是有很多疑问 但不是沼闸 不是打镊台 不是踢管 我是接受的 可是我要属性定调 这叫根本定义 你想要办这个 医学的宗旨啊 你必须要能够做好一个 根本定义的工作 这种心理准备 要不然你就跟着人云亦云 这根本定义非常重要 非常重要 好 这个是第一句话 十个 这个 一个云和德 里面有十个内容 这个也一样 你看这下面 云和德圣会 第一会 最上会 最圣会 这个 也是一个云和 下面十个会 那这个地方啊 有个特别 圣会 第一会 最上会 无圣会 这四个人都形容词 圣 第一 最上最圣 都形容词 佛经理这里啊 谈到这些 无量会 无数会 不是一会 无语等会 不可量会 不可说会 这是数字 数字 你知道吗 那么这个会里头分两类 一个是形容词的会 一个是数字的会 一个是数字的会 有没有 这下说什么 你办医学就要有这个疑情啊 当然 你早期你可能不知道 无量无数 不失意 无语等 不可量不可说 你不知道它是数字 你很可能就把它当作形容词嘛 对不对 无量无数就形容词 很大很大的意思啊 但这个很大很大 很多很多就是数字 所以你读过 阿森奇评你就知道啊 其实不止阿森奇评 华语经理有很多地方啊 这个数字一再出现 一再出现 那我们读华语经 我们是知道 这个无量无数 不失意 无语等 不可量不可说是数字 那你假如知道这个数字以后 这四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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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形容词的智慧 跟这个数字 这个大数啊 这个大数的数字 的智慧 跟形容词的智慧 有什么不同 这问题就来了 这都研究课题啊 你不要光听喔 这就是要你写的作文啊 这个要你写的功课啊 这个要你写的功课啊 我 我世界要慢慢分开来 这是第二个 我们再看第三个 好 云和菩萨音力具足 毅力具足 这里他用具足啦 对不对 这六十华眼佛陀巴陀罗啊 这里用具足 力 好 这里 云和得音力 玉力 方便力 元力 所元力 根力 观察力 摄摩他力 比波舌那力 思维力 云和得音力 他就不讲具足 有没有 那文学上 我们不谈啦 他是得这个能力嘛 力是能力啊 他是讲能力要具足啊 换句话说得这个能力啊 在 史菜难头来讲 得能力当然就得能力啊 百分之百得到啦 他是要讲百分之百 这里没有讲 你具备这种能力 那假如没有讲到具足 你可能是 有得这个力 可能是六十分到一百分都可以嘛 对不对 六十分以下 用我们的话讲不及格就不算嘛 六十分以上算及格嘛 有些国家讲四十分嘛 那就四十嘛 有些国家讲八十分嘛 那不管嘛 你要几个以上 那这个具足 具足不说满分啊 最少要八十五到九十之间啊 对不对 好 那你这个对比你就看他有不同了 但是都是云和德啊 这是菩萨 云和菩萨音力具足 他用德一个字 把十个具足替代掉了 有没有 这是用词的一个重点 好我们再看一下一个 云和菩萨善知音界入 善知缘其乏 善知欲色无色界 善知过去未来现在 你看哦 他是一组 他一共分三组 善知一个 善知一个 三个善知 但其实是十个东西 有没有 所以八十五法 你就把它分开了 云和德 运善巧 戒善巧 处善巧 远其善巧 欲戒善巧 色戒善巧 无色戒善巧 过去善巧 未来善巧 现在善巧 好像不要啰嗦 他很完整的十个表达出来 但这十个表达出来 你就会忽略了 像他分成三组 有没有 其实我们在讲的时候 解释的时候 跟各位讲 运 戒 触 缘 起 是个根本 这个 欲 色 无色戒 这三戒 过去现在 未来是三季 所以三戒是空间 三季是时间 有没有 那么你修行的重点 就是要运 戒 触 善巧 四个原因 然后加上时空 对不对 所以你看 从经文的结构 这里头就涉及到 文学在经典上面 所发挥的一种重要性 它有一个结构性的东西 也就是 语言文字在表达的过程当中 它透过文学的结构 它在表达另外一种东西 英文我不知道 我不懂 但是中文里头这个很清楚 它虽然是讲十个善巧 但是它有三大类的因素在这里 有没有 标准的 因为这里头 我们在谈的是 你修行真的要修什么 就修这四个而已 这四个一定要先成就 再讲它这两个的应用 换句话说 你修行的下手处 是这四个媒介 运善巧 戒善巧 处善巧 缘起善巧 你因为你不介入修行 你根本不知道这经文在讲什么 你真的修行是这四个东西 然后应用的时候才时空出来 不运用时空根本不存在 你假如这四个不成就 你完全被时空操纵 你要是这四个修成就 时空被你运用 关键在这里 关键在这里 那你假如说 纯粹从达玛的立场来讲的话 85话语比较好用 所以我们从这经文看就知道 时差难陀的禅定成就 跟禅定功夫 绝对没有佛陀巴陀罗 这里头在历史上就又回来了 佛陀巴陀罗在逍遥园在长安 为什么会跟纠摩罗舍不合 两位大师大概没什么 佛陀巴陀罗跟纠摩罗舍不合不合 你喝你的乌龙我喝我的普尔 对不对 他的弟子们就普尔好喝 乌龙好 普尔好 乌龙好 两个就打成一团 既然打一团我们走吧 这里头还有很多好研究的 佛陀巴陀罗离开逍遥园 就是离开长安以后向南走 请问走哪一条路 一号公路还是三号公路 我跟你讲要研究历史 研究佛法很多好研究的 他离开长安是沿着安坑经过汉中下来呢 还是经过同关到河南下来 所以我跟你讲 苏呆治就是苏呆治啊 他不懂得啊 你没有历史还原的本能嘛 因为在长安有两条路南下 其实有三条路 另外一条是走成都 那边下来的 你以为我们到大陆去干嘛 我走过走他们的路啊 他们虽然是骑马会走路 我是开车没错啦 你一定要去了解 所以才知道说他们的生活 跟工作是怎么来的 因为你从这里就看到 史才南陀比较像是达玛的 红法师 佛陀巴陀罗是禅师 所以他经典的结构有他经典结构的地方 今天你学法院你是中六十还是中八十 那氛围是不一样的 不一样 因为这个禅师它本身是 从修行的立场来看啊 所以这里面在分组的时候 它有它的风华 它一笔所使用一定是从我禅修的立场去思考的嘛 那我是一个讲经师 是经师不是禅师 那我当然就偏向经师的文笔嘛 对不对 我们讲经的人这麻烦就麻烦在这里 你没有禅观的实践经验 你来讲一定是纯粹讲达玛 不会涉及到墓喜 那我们是因为有达玛的训练 也有墓喜的经验 所以看经文就看得很清楚啊 这两个人的性格都很清楚啊 留意嘛 关键在这里啊 进行评很简单啊 很精彩啊 精彩在哪里 你看两位大师的性格通通跑出来 好 这个地方讲的是 云和的因粒玉粒 那这个地方是讲 他要有这个能力 来修这个法 好 这个法十个善小讲完了 这个你看哦 云和菩萨修七觉意 修空无相无作 就分两对 对不对 修它就分两个 七觉意就七菩提分啊 所以这里 云和善修喜 你看啊 这里只有修 这里善修喜 念绝分 哲法绝分 精精绝分 喜绝分 乙绝分 定绝分 舍绝分 空无相无愿 它这里有两个 这里只有一个 它把空无相无愿并进去 那你就会发现 七觉意的成就 才有空无相无愿 这是三三昧嘛 叫七菩提分三三昧 对不对 那你要留意啊 三三昧是大圣修行的根本成就 根本成就啊 三三昧 这个三三昧是要从七菩提分来的 那你要留意 这个三三昧啊 外道也在修 不一定有七菩提分 我们修的是从七菩提分到三三昧啊 这就是佛法与外道不同的地方 不从向上看 所以你后面才会发现到啊 善采童子五十三昧为什么也会参外道 因为他们都是从七菩提分到三三昧的 今天你在佛门中 假如不从七菩提分到三三昧啊 你修的定是外道定啊 有没有 所以七菩提分是佛法与外道的区别 不是定的区别 那你可能会讲 那他没有七菩提分怎么有三三昧 那是你的定义 因为你不修定 修修定 会修这三个空无相无愿这三个东西啊 一定要透过七菩提分来 这是佛法 假如他不透过七菩提分来 他就不是佛法 他是外道法 好了今天你假如没有修行你知道吗 我跟各位讲这个啊 莫喜这个东西啊 印度人修行不像我们中国人修行 中国人修行有一个东西叫克其取证 这是印度人非常讨厌的东西 你知道吗 就好像中国人非常讨厌印度人的味道一样 非常讨厌啊 你只要跟印度人讲克其取证啊 他就不跟你讲 他修行就每天修 师傅叫你修你就修 你要克其取证啊 师傅叫你修 你说老古董 我自己修 因为我一定要限期完成 所以中国人修行有很多奇怪的现象 在塔上去 七日要正国 没正国从塔上跳下来 他就修到七天没正国 就从塔上跳下来 就在掉下去的时候开悟啦 怎么正什么国没人知道 反正已经很深睡骨了 中国的记录就是那莫名其妙 他就跳下去 然后就正国了 对不对 然后谁问他 谁证明啊 那粉身睡骨 怎么正国啊 你要留意到真的实修一定需要 经过这里面我们谈一个东西 中国人讲 我是把他归纳三个要点 叫做参产金三角 参产金三角里面有一个东西 叫自新一处 这个印度人都没有了 这个自新一处 换句话说你会自新一处才叫做行者 你不会自新一处你就不是行者 这个是很明显的区别 你可以修你的禅定很高的工夫都有可能 但你不是我们所讲灵性传承里面的一份子 你是外人 就是外道 自新一处很简单 它是一项大工程 就这么简单 讲自新一处谁也会啊 就把心放在封门嘛 我要心在哪里 心啊 心啊 心在哪里 你就不知道那是什么心啊 心放封门嘛 自新一处嘛 然后就摸了半天以后 师傅我放在肚脊可以不可以 放在丹田可以不可以 放在喉咙可以不可以 放在每一间可不可以 你看嘛 这根本就不在自新一处啊 这个叫做找自新一处 光是这个小东西啊 很简单的小东西啊 你要把它弄好啊 它就一项大工程 而这个条件不具备啊 你在灵性传承外面 不在我们灵性传承里面 关键就这么简单 那你能吗 修行这第一步啊 金三角你才一角而已啊 一角就把你搞搞定了搞死了 你不是把三层金三角的一角搞定了 你是被那一角把你搞定了 注定你outside 被 除掉啦 所以好多东西你必须从这里看 它们是怎么来的 你这些条件要怎么具备 才能够得到 这些条件啊 拉高一点 这七个七菩提分要具备才能 再再拉上 怎么到这里 七菩提分具备以后 才有空无相无愿 所以你假如七菩提分不具备 也有这个东西叫明智相同 内容是完全不一样 因为你不具备这个条件 怎么有可能到达这里呢 那么你也可能自己修到这个定 这个定是没有这个东西 所以你的空三昧是 空三昧像什么意思 把这个杯子里头的茶喝完就叫空 那个空不是这个空 这个空里面有七菩提分 有没有 这七菩提分相当于 我们讲的杯底流香 杯底流香是 茶喝完了 没有了空了 但是里面有香气 对不对 那里面有香气跟里面没香气 对杯子来讲有没有影响 没影响啊 好啦 你从外向上你就分辨不出来 空里头还有七菩提分 空里头没七菩提分啊 那不是我们讲的空啊 因为我们的空里头会杯底流香啊 你的空里头不流香啊 有没有 所以 佛法讲的东西是什么 不是你大脑讲的 你的大脑是空杯子 没有杯底流香 所以 按照学者的方法来修行的话 那个大脑啊 会变痴呆 不是老年痴呆 是修行最后痴呆 那是不对的方法 他把这个地方弄清楚 后面 后面就是大胜修法 那是根本修法 这个是 这个叫六波罗密四无量心 那么 再来是 在下面就成就了 这部分成就就是得十种殊胜之力 好 再来是 有没有 这得十王永富 众生一 众中尊 这是成就的状况 十个当中 你 我现在把它综合起来讲 这后半段的部分 这个 至所菩萨在后面问这十段 跟前面问的十段 十个云合得生与异业 成就的部分 跟后面的这个部分 十个云合当中 它分有三个东西 第一个就是你要修行时 所应具备的条件 第二个修行其实只有两条 云合得七菩提婚三三妹 这是根本 根本行法 应用行法就是六波罗密四无量心 就真正的修行是这两个 那下面呢 十种殊胜之力是自成就嘛 十王拥护啊 显外相嘛 众生一啊 是眷属四肩嘛 众中尊嘛 就是它顶级的光环嘛 所以后面这四个 是讲它成就的状况 前面四个是你修行 所要具备的条件 真正修行的内容 只有七菩提婚三三妹的 根本行法跟六波罗密 事无量心 这十个云合得啊 是讲修行的三个阶段 我跟你谈这个地方 我要各位了解 这个都是你要写的文章 我现在讲的是很多啊 应该这个课是 我提了一个 那就要你讲的才对啊 不是一直我讲 可是我们的思维模式 跟行为模式没有架构好 所以语言模式思维模式啊 我们要先梳理一下 所以这十个钟头 还是通通我在讲 以后再上课就要你讲了 这个地方既然是十句话 我把它分两个 你要分三个 你应该具备的条件有四个 真正修行不过两个而已 后面四个是讲它的成就 我们这些大头病啊 特别喜欢后面四个 你知道吗 没有学佛的人啊 反正后面四个也看不懂啊 他就会执着在前面四个 中间那两个啊 都没有人敢碰 因为讲到修行就是要去做嘛 对不对 有的是很想修啊 可是因为被大妈影响啊 对于那七菩提文三三妹 跟六婆罗蜜 四五量心啊 会变成口头蚕 变成口头蚕 因为那是实践的东西 六婆罗蜜也是实践的 不是讲的 都布施这件事情 我布施啊 你不要说什么财产布施啊 现在很多傻瓜会被骗就是这样 我要到师父这边来学 师父说供养我就供养 没钱房子卖掉 老婆卖掉都来供养了 那供养要干嘛 因为讲布施啊 然后供养三宝 供养上司绝对的 所以你会起无量无边的烦恼 就在这个地方 就产生这种状况 供养布施 第一个我说 第一个 你要先布施什么 布施你的意见 你要能布施你的意见 要布施你的意见 要怎么做 你知道吗 对那种长蛇啦 狗威啦 狗威怎么讲 多话嘛 长蛇的 这些人啊 要布施意见 两个字 禁语 我跟你讲 布施跟禁语有关系啊 你都想不到啊 你要布施什么 有钱我有钱啊 老爷有钱啊 对不对 你说老娘有钱啊 嫁了三个老公 都是批二盖子 通通死的 遗产通通是我的 你说他布施多少 你讲 那对那种东西啊 金山银山的人 你讲布施对他来用 等于没施 因为他钱本来放在身边 那就已经够烦了 台湾也有一个啊 嫁了三个先生啊 都很有钱啊 他死的三个先生啊 你看那三堆财产 对他来讲 他已经变醒了 他已经变醒了 那你跟他要钱 要钱给你嘛 他不是要钱 他钱太多了 真正的问题是 他要不失意见 因为钱多 人就变三张嘴巴 你知道吗 你知道吗 所以钱多五品啊 不是五品 钱多很多品啊 三个头 三个口嘛 钱多有品啊 就有了三个口 所以讲布施 第一个布施意见 要布施意见 你就要禁语 这是很奇怪的现象 要布施什么 布施你的病苦 你不要老被病法缠着嘛 为什么不把病给布施掉啊 你那么喜欢病干嘛 谁也不喜欢病 对不对 你既然知道 不喜欢就把它丢掉啊 现在的问题是你丢不掉啊 我跟你讲 把病苦丢掉是很简单的事啊 还有一个 布施什么 布施烦恼嘛 怎么烦恼你那么喜欢啊 这真的很多人是 是靠烦恼为生的 曾经在那边烦 那个脸皱成这个样子 我说你怎么啦 师傅你都不了解我 是啊我最好不要了解你 你不喜欢烦恼 你就把烦恼布施啊 不喜欢烦恼 为什么不把烦恼丢掉呢 这个麻烦啊 讲不清啊 师傅你以为布施烦恼那么简单啊 到烦恼那么简单 我说很简单 怎么不简单 你不烦不就好了嘛 你烦起来你看咖啡也不好喝 吃饭也不好喝 每个人都长得很丑 对不对 你把烦恼丢掉 每个人都很漂亮啊 为什么不丢呢 还有一个最重要的 不施生死 你既然不要死亡 你就把死亡丢掉嘛 你为什么不把死亡丢掉呢 我才不怕死 你不怕死 等到病起来你就知道怕死了 医生说剩下三个月的时候 师傅 我本来以为医生讲的我没个担心 结果 坐上车子以后 时大的转不过去 医生跟他讲你得癌症喔 三个月的寿命而已喔 没有 没那回事 从医院走出来门一打开进去 要死转不动了 没有癌症啊 没有癌症 已经下破胆了 那张死嘴巴 鸭子硬嘴巴 死鸭子硬嘴巴 死不认脏 我不怕 我不怕 已经怕到没力量转动了 还说你不怕 把生死布施掉不就没事了嘛 我现在讲的是很轻松啊 等你碰到的时候你才知道啊 所以你说这个六破洛蜜是什么 是实践的东西啊 不是知道的东西啊 所以我跟各位讲 佛法里面讲的东西 你都读过 你都知道啊 我要告诉你一件事 很有可能你就是灾难 因为你知道 而不会去训练自己去接受它 病苦要等病苦才知道 烦恼起来你就什么也不知道 不是 病是病了以后你会知道 想要布施啊 对不对 可是烦恼起来 你不会想到要布施烦恼 因为你已经反进去了 怎么把烦恼给丢掉啊 生死又那么遥远 唯一能够及时训练的就是 布施意见 你有好意见要讲的时候记得禁语 那好意见也要禁啊 那好意见不禁你永远都没得禁 你什么时候有坏意见坏点子啊 你什么时候会想去害人的点子啊 对不对 你讲的多好点子啊 问题就是你的好点子太多了 所以要禁语啊 这个就是你修行的下手处 它是实践的东西 不是知道的东西 知道没用啊 要做到才用才算 那要做到才算 你只有去做嘛 去实践嘛 这两个是真正修行的东西 为什么修不好 因为你前面的四个资料没有啊 修行要具备的只两四个啊 修行真正进行的只有两个啊 两个你也不是同时进行啊 因为你一定是先修行 这是你们常犯的毛病 失误 哇是不是应该先成就在度众生 这是个废话 那你什么都没有什么度众生 我当然要先赚钱啊 赚了钱再来布施啊 这不还讲嘛 你没钱怎么布施啊 现在问题不在那里啊 你先少讲话 就布施了 对不对 先把意见布施掉嘛 不是啊 你为了要修布施 就跟师傅在那边吵啊 吵到你也一定要先赚到钱 我跟你讲 你赚了钱以后啊 就要五指登科啊 你没钱啊 就一个烦恼想要赚钱嘛 等你有了钱以后啊 你等于要妻子啊 儿子啊 车子啊 房子啊 金子啊 等于把这五指登科摆平以后啊 你已经不是人了 你叫四立言 你不是人啊 你要知道 所以修行去 要做这件事啊 修行的这件事不难 难的是 修行的前面你要具备的 哪一条件 好 这部分啊 我不特别跟各位讲 这是一个第二段 自所菩萨所问的第二段的三大段落 你要留意到 经文里头谈这些东西啊 他的修行结构是出来的 佛陀巴陀罗啊 他是看到的 因为他是个禅师 他是很了不起的禅师 从印度来到中国的这些出家人里头啊 佛陀巴陀罗是真正的禅师 真正的禅师 而且是一个有智慧的禅师 应该来讲啊 是个知识分子的禅师 像安斯高这种禅师啊 不能说他没智慧不是知识分子啊 他用在佛教知识领域的这个部分啊 他就没有支楼加颤多 所以支楼加颤因为偏向知识的领域 就达马的领域啊 所以他在易经的时候 会以达马为主 安斯高他就偏向啊 禅官的为主 但是啊 佛陀巴陀罗啊 两者兼具 你看从前面这十句话里头的那经文结构里头 你就可以看得出来 十菜难头啊 就倾向于自楼加颤 他文字啊 他文字啊非常美 而且从 我要跟各位讲的是 他在这个很小的 这个一段的十个东西里头 十个因素里面啊 佛陀巴陀罗 就会把它分类 十菜难头就不分类 不分类符合中国文字学结构的什么 原理 所以你念起来会很顺 佛陀巴陀罗的那个东西 是以禅修为主 不符合中国文字学的那种原理 所以你要读诵就有困难 所以六十华元不是给你课诵用的 是给你修行做指导用的 所以六十华元它是什么 参观指导书籍 我们现在江湖的话叫做什么 什么葵花宝典 对不对 武林秘籍 对不对 什么葵花宝典 有什么葵花宝典 你老公 你给我找到 子女的角度 不交参 不交参